大家好,歡迎各位參加低碳上創方舉辦的 賽馬會太陽雷關懷計劃網上簡介會 我是簡介會的主持,謝卿而英格 很開心看到有不少機構出席了今次的簡介會 今天除了會有低碳上創方的同事講解一下申請詳情之外 我們也邀請到三個已經在參加這個計劃的NGO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經驗 他們分別是基甸少年軍訓學校、補血兒童村和基督教禮行會 首先很感謝三個單位今天勃勇出席 很期望他們的分享可以幫助大家 所有有興趣參加這個計劃的組織可以了解多些 為了推廣可再生能源,低碳上創方在2019年7月開始 已經在賽馬會的資助下推行太陽能關懷計劃 現在我們會先播放一段短片,讓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氣候危機好像遙不可及,其實已經迫在微節 根據巴黎協議,我們需要在本世紀將全球氣溫升幅 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 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減少45% 才有機會將氣候變暖的影響減慢 不是以為香港的好勢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香港人均碳排放量位列全球十大 差不多每人每年產生5.7公噸溫室氣體 我們來看看巴黎協議監測計劃給香港的成績表吧 香港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成績是D加級別 評分屬於最低,因為香港仍然嚴重依賴燃煤發電 煤炭和天然氣佔75% 核能佔23% 燃油及可再生能源只有2% 太陽能更在當中只有微不足度的0.1% 所以我們所用的每一度電的二氧化碳含量 可謂亞洲之罪 聽到這裏,大家是不是很失望呢? 其實我們還有希望的 香港理工大學進行過一項研究 指出香港有23萬3千棟樓宇的頂部或天台 適合用來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總可用面積多達39平方公里 每年可生產46.74億度電 相等於香港全年總用電量的10.7% 而且香港政府和兩間電力公司 在2018年推行上網電價計劃 鼓勵社會各界投資可再生能源 以減少香港社會整體碳排放為目標 任何非政府機構或個人 透過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系統所產生的電力 可以以高於一般電費水平的價格 賣給電力公司 即是說,分分鐘不用交電費之餘 還有錢代落袋 我們低碳上創方便想到如何協助非牟利機構 節能減碳之餘又賺取上網電價 低碳上創方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之助 在2019年成立賽馬會太陽能關懷計劃 期望達成四大目標 整個計劃包括由低碳上創方認可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服務供應商評估及安裝 以及銜接政府上網電價計劃 直至2033年期間的日常管理及維修均完全免費 首階段已經吸引了10間合資格的非牟利機構 成為我們的太陽能關懷夥伴 整個先導計劃一共安裝了2000塊太陽能板 組成一個龐大的分散式太陽能發電系統 每年供應82萬度電 相當於170個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對於地球先生來說 就是減少了大約660噸二氧化碳 等於中了3萬棵樹了 是不是很吸引呢? 我們還會舉辦一系列 以可再生能源為重點的社區教育活動 包括太陽能導賞團 太陽能創新工作坊 以及可再生能源網上研討會 令你的同事、老闆、家人和隔離輪舍 更加認識太陽能 政府的可再生能源產電目標 只是3-4% 事實上,單是全港屋頂 就可以提供10.7%的電力 你是不是都可以出一分力呢? 第二家園即將開始 只要你是稅務局認可的慈善機構 又可以提供天台或空間 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低碳上創方 就會派專人免費評估你的機構 是不是適合參加 財碼會太陽能關懷計劃 有興趣可以留意我們的網站和Facebook 或者掃描這個QR Code 好,這個時候我先請低碳上創方的聯合創辦人 以及行政總裁莊陳友先生 以及高級項目工程師大宇程先生的Ken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低碳上創方 以及這個計劃的詳情 現在我先將時間交給陳友 稍後的Ken都會和大家分享的 hello,大家好 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 好,謝謝Angry 在這裏代表 低碳上創方 多謝各位機構的朋友 或者個人 參加這個研討會 了解我們這個計劃 最近剛剛我在英國度假回來 歐洲熱浪很厲害 法國超過40度 差不多大部分的國家都在 炎熱的警告信號之下 所有人聚焦你的視訊 接著西班牙呢 還發生這個 殷業浪引起的火災 很嚴重 在英國好像好一點 但是其實都是比以前 是一直這樣熱下去 那這些大家都說 其實只是前菜而已 遲些呢 這些的酷熱就會是 越來越常規化 那在香港大家都 可能知道了 以前香港呢 一年很少 嚴酷的天氣 但是呢 就是 天文台說 現在一年都有60天 這麼厲害 那麼 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除了酷熱 當然還有水災 還有風災 最影響的人呢 可能是住在海邊 或者是 在香港來講 劏房戶 或者是其他的 比較 貧窮的地區 沿海的地區 對於 香港的一個大城市 來說 我們是相對安全 我們有 我們受 威脅的群體 如果天災 越來越多 雙肢行事 怎麼逃避 這個災難呢 或者是 對戶外工作的人 我們怎麼保障 他們的生計呢 這些實實在在 都是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 所以不要以為 這些問題很遠 其實呢 真是迫在美節 聯絡國已經警告我們 我們 我們要在未來 8年 即是2030年 做一個 非常之大的 這個 氣候變化的動作 減碳的分量 要是 去到至少45% 才有機會 是 令到 2050年碳中和 再有機會 將這個氣溫限制 1.5度之下 那麼 香港政府呢 都有 負擔他們的責任的 那就是 發表了這個 這個 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 而呢 去到2050年 減碳的藍圖 這個藍圖呢 是說 203年呢 會有一個 重大的 減碳的 目標 當然 作為一個 關注 氣候變化的 團體呢 我們認為這些目標 都是太過保守的 我們 仍然 相信 香港 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大概 1415年的時候呢 我和那些 志同同學的朋友呢 成立了 低探上創方 其實 第一個階段 我們呢 是透過 創新的項目 希望呢 是寧讀更多的 青年人 用他們的智慧 和精力去推動 是有變化的解難方案 那麼 2019年 正如短片所說 我們就開始呢 是推動這個 賽馬會 太陽能 關懷計劃 那麼 因為 其實 香港的 上網 電價計劃呢 是在2018年 開始行的 那麼 我們看到一個 我們可以作出貢獻的地方呢 就是聯合其他的社會部門的團體 NGO 他們 只要他們有一個 premises 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建造太陽能站的話 那我們就幫他們建造 是免費的 是由賽馬會提供這個資金 那麼這個計劃呢 會帶來三個的效應 第一 當然對於這個參與的團體來說 他們有一個定期的收入 就是說 一個太陽能的發電站 成立之後 他們可以透過賣電給港燈、中電 那麼 每個月有一個收入 直至到2033年 而最重要的呢 就是其實參與這個計劃呢 就令到我們可以把氣候變化這個信息 氣候災難這個威脅呢 是散布給不同社區的群體 我們希望參與的機構呢 都跟我們一起推動氣候變化的教育 而第三樣的呢 就是其實這個計劃呢 也都是令到更多更多的青年人 不同的群體 能夠將氣候變化的行動 推動出來 減碳就是這個計劃 其中一個的目標 盡量應用這個再生能源 就是這個目標 所以無論在財務、教育和環保 三個效應上面呢 這個的計劃呢 都是希望 令到我們呢 是能夠回應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的 好了 那麼 我們參加的團體都有很多種 就是不是說一定要 它是精聯的團體 其實也都有兒童院 也都有這個服務老人家的團體 我們都有的 那麼現在參加的呢 我們已經是第二期了 短片裏面呢 這個短片是第一期拍的 應該是 所以呢 其實去到第二期呢 我們的目標呢 是有35個團體參與 那麼現在我們已經是 建了13個這個太陽能站的了 那麼 那麼 有2156塊板 那麼呢 就提供呢 是 總共有 一 十三萬度電 是的 那麼 那麼 可以 是 每年呢 減碳呢 是699噸 那麼 也都呢 是等於 是 三萬幾棵樹 那麼 那麼 這個效應呢 是非常之大 那麼 那麼 但是我們還有呢 是 22個站呢 是 是 或者預備起 那麼 所以 今天歡迎大家呢 是 報名參加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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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那個 太陽能站的分佈的情況呢 我們做了一個MAP的 那麼我請問 Kent呢 他是我們的工程師 就是在太陽能發電上面呢 做了很多年的工作 但是他願意呢 將他的專業投身在推動 是NGO這方面的發展 所以呢 就 來參加我們這項工作 那麼他會介紹一下呢 我們這個 太陽能的 地圖 就是他 有什麼作用 讓大家看看 我們的太陽能站的表現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朋友 那麼大家 好 我是Kent 如果 那麼我今天會和大家 略略解釋一下 我們的太陽能地圖 那麼如果大家 去回我們 低碳想像方的網頁 已開始畫面分享 我們低碳想像方的網頁 然後去回 蔡馬會 太陽能關懷計劃 那個TAP裡面 然後在裡面 按回 太陽能關懷夥管 這樣就可以來到 我們這個 太陽能地圖的 那麼大家看到 紅色標誌的地方 就是我們已經 起好了 太陽能系統的 機構的位置 那麼如果大家 按回 這個 紅色標誌裡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這個機構 的 名稱 然後會有些 一些基本的資料 譬如這個 太陽能系統 裝了幾大 總共有多少塊 太陽能板 然後有些 關於他們的表現 資料 包括他今天 產生了幾多度電 他累計 由這個系統 開始到現在 總共發了幾多度電 我們今天的 日照量 會是幾多 那麼大家 現在看出窗 都會看到 今天天氣會比較差 所以 覆照度會比較低 另外 就會有環境溫度 因為始終 溫度 其實對太陽能系統 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另外下面 還會有一點 關於這套 太陽能系統 對這個環境的影響 包括這套 太陽能系統 其實相當於 降低了幾多的碳排放量 等於供了幾多個家庭 一個月的用電量 以及其實等於 我們要種幾多棵樹 去 去 這個碳排放量 那麼 這個太陽能地圖 目的其實主要有兩 第一 就會幫助我們 去做回 去拿到更多 關於太陽能系統的Data 去做一些 我們叫做 預防性的維修 就是在這套系統壞之前 就已經找到一個問題 而開始幫它維修 而不用等到這套系統 就是 任何地方出了Error 已經無法發電 然後再去補救 另外也都希望 這個地圖 可以提供更加多的資訊 去讓這麼多的NGO 去做一些關於可載新能源 又或者 氣候變化的議題的教育的時候 能夠有更多的資訊 可以去教育大眾 那 也都 我們都希望這個地圖 可以 expand 得越來越大 能夠拿到更多資訊之後 其實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研究 或者題材可以利用這個NGO去做 包括譬如 不同地方 所建的系統 其實 它的方向 或者它在香港的位置 對一套太陽能系統的影響會是什麼 等等很多不同的 教育 是可以利用這個地圖的資訊去做 那 那 關於地圖的介紹 就 暫時是這麼多 如果有問題 可以留一點點 Q&A的問題問 那這個時候 我把時間交給Ingrid 好 謝謝Ken 也謝謝陳友 接下來 我們會有三個機構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經驗 首先就是 位於西貢鹽田子的基甸少年軍訓學校 我先講講一些背景資料 他們其實就在屋頂 和一些操場上面的炎棚頂 就裝了85塊太陽能板 前年7月啟用 即是計算現在就接近兩年 雷計已經產生了超過39,000多度電 相當於98個家庭一個月的用電量 計算是降低了超過24,000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那 現在我就先請 基甸少年軍訓學校的副校長 蛇啟雄先生 介紹一下他們的機構 有請蛇Sir Hello 大家好 我是蛇啟雄 是基甸少年軍訓學校的副校長 那 那 因為那些學生的問題 大家都叫我蛇Sir 那 那 都想介紹一下 軍訓那個情況 基甸少年軍訓學校呢 就是 在2001年 成立的 是香港 首間的 用軍訓模式 這樣的訓練的 學校呢 我們自在呢 就是用這個基地結合野外 訓練呢 去協助青少年探索這個生活的方向 認識自我 更加藉著野外行軍 和基督的精神 來培育青少年良好的品格 和建立 和諧人制的家庭關係 場地呢 亦都提供了一些 退休歷期活動的設備 例如一些課室 有蓋的操場 我們有音響 燒烤的場地 有些訓練用的床位 和一些儲物櫃 那 那 我們那個 那些學生的對象呢 只要都是來自一些的中學 那 小學也都有一些課程的 那 那軍校是位於這個西貢一個島 叫做鹽田 鹽田寺 那 那通常的人叫做鹽田仔 那 這個島上高呢 這個島 這個島 在香港少數呢 是充滿天主教特色的客家村來的 都已經有三百年歷史的了 那 那 上高住的人呢 全部都姓陳的 你一叫陳生 就很多人都跳出來的了 那 整個村呢 都是信奉天主教的 那 村裡面呢 也都建有一個百多年的教堂 那 叫做 聖若室小堂 也 也是全香港保存得最妥善的鄉村教堂之一來的 那 小島呢 也是一個很獨特的生態環境來的 有很多種類的生物 環境也都很清幽的 啊 也都可以 大家可以 除了去軍校 也都可以去島上參觀一下其他的地方的 那 這個地方正正呢 也是給我們的學生呢 好好去 親身接觸大自然呢 還有去感受 呃 呃 呃 怎樣在那個 愛護環境裡面去生活呢 好了 那我想是 學校的情況呢 大致上是這樣的 是 嗯 蛇Sir 我想問一下呢 就是我都知道其實你們軍校是先頭部隊啦 就是我們這個計劃推出了不久 你們已經申請了 為什麼當初你們會申請呢 就是整個計劃對你們機構對學生有沒有什麼得著呢 呃 呃 這個很奇妙的 那就 呃 在2018年左右 18年左右 那時候我們因為 我們學校都有20年歷史 那一些的設施 特別是鵬 因為我們用一些鐵枝 鐵架來做 就開始爛了 那些帳篷爛了 那 正當那個時間我們在想著 怎樣去重建它呢 那很巧妙地呢 就是 我們的總監啦 啊 蕭志剛先生啦 蕭Sir就 認識啊 莊陳友先生啦 那在他們 傾談之下發覺有這件事喔 那結果我們就 第一個舉手 我們三個去參加啦 那經過一段的時間呢 都 就是 很多謝這個 那個 低探上廠方他們呢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事 是 未必是做得到的 那麼 一做一他們都協助到我們啦 包括我們一些的 那些工程師來幫我們 怎樣處理電壓啦 怎樣把我們的電錶去分啦 以至到合乎電燈公司的要求 我們才可以做到這件事啦 那整個 啊 整個 对我們最大的那個 呃 最大的那個得益呢 就是 有兩方面的 第一 就是 呃 对人,当然我们的学生来到我们那个训练的时间 他们都会有一些环保的货节是要跟他们教他们的 那以前就只有一个讲字而已 但是自从这个太阳能板做了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实体的东西去给他们去看 还有直接去,虽然我们都不让他们摸 因为都怕有危险的 但是他们很近距离见到这些这样的实物 他们的感受也都很不同的 还有我们都可以好像有跟有强那样 去讲一个太阳能发电的过程给他们听到 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计算过平均 每一个月我们除了不用交电费之外 就是减除了所有之后 我们平均每一个月都有大约2000元左右的电费 卖给电灯公司,而他给我们钱 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们在一筹莫展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机构也是一个比较短缺的机构 我们在想怎样去筹钱呢 弄回那个有盖棚呢 正正就是这个时间 低碳上创坊就和我们有这个合作 以至我们不用想这个棚之外 还是一个很实正很坚固的一个建筑在这里 令我们说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件事 我们经常在那里讲笑 低碳上创坊是我们的天兵天将 当我们到走投没了,碎碎的时间 他们正正就要来帮我们 是的 非常之好 其实在建筑和电费方面 其实都帮你们减轻了不少财政负担 接着我们也,麻烦谢施梁sir先 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会请来补血儿童村和我们分享的 那我先简单讲一点背景资料先 那在补血儿童村呢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粉凌龙药头 那他们就在一个办公天台的 就是办公室的天台和八座家庭的屋顶上面 一共是装了258块的这个太阳能板的 那就是上年5月啟用 刚刚好现在就过了一年了 那累计呢,其实已经产生了超过12万5千度电的了 那就是相当于314个家庭的一个月用电量 那算回呢,其实都降低了7万7千多公斤的碳排放的 如果再算回呢,其实就等于种了3千多棵树 那我们现在有请补血儿童村院长 张银山收到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机构 有请Sister Zhang 谢谢,不知道听不听到呢 听不清楚? 听到,听到 好,首先多谢你邀请我们分享 那我们补血儿童村呢 其实呢,听名字都知道的了 它是我们的天主教机构来的 我们是在1952年成立的 其实想回呢,很多年前 大概是六七十年前 其实应该说香港二三十年代 那时呢,香港的生活环境很困难的 那当时真的有很多戏婴的 那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当时的修院的总部 那时候呢,那些人因为没钱 就把那些婴儿放在修院门口 甚至警察在街边收到那些婴儿 都会送到我们修院的 也因为这样呢 就开展了我们修院的 照顾婴儿的服务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既然那么多人需要的 就开始在修院那里 就有个所谓的震衣消弱 照顾一些有需要来求疹 小朋友和街坊的 这张照片很经典的 这个门口现在还在 那下张,麻烦 那当时就因为收到那些婴儿 又收莲本着我们基督人爱的精神 就把那些婴儿收留 真的在收莲的地方 拨一些地方 就建立婴儿医院 在收莲的地方 给那些婴儿去住 那当时你看到那张照片 应该男仔、女仔都有 因为当时是那些婴儿 没有分男女 下张,麻烦 那下张,麻烦 那我们呢 后来那些婴儿 这些婴儿其实在当年 因为除了经济差 其实医疗都很差 我看看这些记录 一板有三十几个名单里 其实全活到的小朋友 不多,只有几个 虽然是这样 但因为当时的婴儿太多了 所以即使有些婴儿 过生 其实每天都有婴儿 那些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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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搬进来粉婴 这里开一间婴儿院 去照顾他们 而出生 刚刚出生没多久 或者小一点的婴儿 就永远留在深水埗 所以这边 在粉婴儿 就有一间婴儿 去照顾那些婴儿 较大一些婴儿 看见到当年的婴儿 那些婴儿 看下一张 那时 其实是一个大婴儿 照顾很多婴儿 后来 那些前辈修女 很有先见之明 他们觉得这样照顾 其实是为小孩 不太好 他们希望有个家的观念 所以在1962年开始 就筹钱 就起了十座平坡 希望用分家 去照顾这些婴儿 去照顾那些婴儿 所以那时真的 是籌签起的 所以每一座建筑物 都是不同年代 或者那时年代的婴儿 去籌签起回来的 照顾那些婴儿 照顾那些婴儿 教他们做简单的婴儿 教他们做简单的婴儿 这也是 那时分家而止 这些婴儿已经起了家社 这些婴儿 已经是小的婴儿 随着社会转变 因为家庭问题 得不到照顾的小孩多 反而婴儿 就真的没有了 就开始 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 不同了 所以我们的机构 的名字都改了 由粉丁孤儿园 就改了做 補血儿童村 補血儿童村 希望他们有一个 刚才说过 承接我们前辈修女的精神 有一个家的氛围 希望我们可以学到 互在互爱 帮助他们的心灵 均衡发展 在被照顾和被爱的环境中 找到生命的意义 照顾的年龄很阔 由三岁到十八岁 在读书的女孩子 足够的女孩子 而是没有裝置 母親和和年龄 樺的精神健康 有主要的问题 有问题 父母基本上没有能力的照顾 他们可能是濫药 坐牢 或是精神健康的问题 有些人会受约的个案 例如他们有自己的问题 而会虐待孩子 例如疏不照顾 会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孩子本身因為家裡的問題也會有很多行為問題 例如不上學 經常走出去 現在大家看到很多新聞 或者報章裏報道的家庭問題 其實都是我們現在的孩子的問題 下一張 那些小朋友住了一段時間 離開後會去哪裡呢 通常最理想的是和家庭團聚 但有些是因為家庭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真的不能照顧他們 即使他們18歲也不能照顧他們 那些年輕人就要獨立生活 有些是住院 有些是他們仍然需要住院 所以他們的能力不可以出去自己的生活 就轉了一些比大過的青年宿舍住院 也有些有五個叫緊急位 那頂級位原則上是住短期 只有短期需要的 但其實現在的趨勢 他很多時候進來的時候就是緊急位 但其實他都在派我們長住 所以都會轉為我們的長住 那其他就是什麼呢 有些部分的較為小的孩子 他們很多時候父母 因為這個問題 他們都放棄了我們的撫養權 所以被人去領養 那在我們院裡也發生過 所以他離開兒童村 也可能去外國給一些有心的人 去領養 那些夫婦領養 那大致上的簡介就是這樣 謝謝你 好,謝謝師姐張 我剛才聽你說 其實你們歷史都很悠久 你現在粉餅的場地其實都有一定的歷史 都差不多60年 是嗎?應該 那在你 在裝整個太陽能板的過程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或者有什麼很深刻的經歷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有啊 其實我們現在的家社 這裡的八座家社 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屋頂是斜的 是斜的 所以在技術上 其實我們覺得都不容易 按太陽能板 當時我們的屋頂也很多要 執留或者要維修的 所以我想 為我最深刻的 整個過程裡面就是 在接觸了你們的團隊之後 他們真的憑他們的意見 幫我們思考這些方法 讓我們又要配合到 我們屋頂的執留情況 所以又和我們 執留公司一起去談 原先 我記得原先 因為屋頂的斜的方向 就不是向著最多太陽的那邊 曾經是建議 那個太陽能板的方向 跟我們屋頂的方向是相反的 希望能夠吸收更多的陽光 但後來大家都很用心 一起去想 後來都放棄了 所以我們寧願跟屋頂的斜度 去擺攤氧板 所以沒有影響到家屋的外觀 但在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很感謝 你們可以 因為我們真的不認識 但你們可以給很多專意見 很用心幫我們一起談 令我們克服了原先 覺得是很大的困難的問題 幫我們克服了 還有最後出來的效果也很理想 謝謝老師的分享 謝謝你 然後還有基督教禮行會 跟我們分享 我先講一些背景資料 基督教禮行會 在青水灣道彩雲二川總部屋頂 放了63塊太陽能板 用了大半年左右 預計到今年10月 就是剛剛好一年的時候 那個發電量 預計就已經超過35,000多度電 也就是83個家庭一個月的用電量 如果計算碳排放量 其實也降低了22,000多公斤的碳排放量 現在我就有請基督教禮行會的 財務及行政科總監 余正恒小姐Polly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請Polly 好 很感謝低誕想創方邀請我們去分享 以及參加這個這麼有願意的計劃 我想在這裡介紹一下我們機構 還有一會兒也簡單說一說 我們這個過程 剛才也聽到兩位機構 一些很感恩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覺得很感恩 時間剛剛好是上帝預備給我們一個計劃 我們在這裡其實我們機構就是1985年成立的 我們其實以前就在啟德難民營那裡的 隨著啟德那裡的 redevelopment 我們就被遷移到現在我們的處所 就叫做海雲二村了 那裡原始就是一些學校來的 一間學校有七層高的 那剛才你們的影片裡面都介紹 其實全香港有很多大廈是適合做這個計劃的 那我們就有幸是其中一個是適合的了 剛剛你看看是2019年 在2019年之前你們是沒有這個計劃的 如果你們2019年我們如果不是搬遷 我們就參加不了這個計劃了 所以這個時間真的很吻合的 那或者下一張 下一張 是的 那你要看到我們剛才那裡有花花碌碌的 一些圖案在室外裡面 而我們有一幅牆都有圖案的 裡面的主題就是上帝的創造 我們就是一顆芥菜種 落在地上就可以發大 養到更多的食物的生長 以及可以給小鳥去棲息 這個就是我們所服務的心志 我們希望成為一顆芥菜種 在地上去幫到不同的生物 那正如好像神在創世裡面 都是先創造了光鮮 然後之後就有一切的養份 去孕育出大地出來 那下一張麻煩 我們的使命就是服務弱勢的社群 被邊緣化和流離失所的社群 甚至一些被遺棄的人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為這些群體 帶來尊嚴希望和可以自立 我們不想去配合他們 我們不想去給他們 我們希望他們有尊嚴有希望可以自立 我們的服務就是以基督耶穌做榜樣 而是服務有需要的人 我們不理他種族、國籍、性別 所以我們其實下一張 由我們最初服務難民開始 我們在1985年成立 我們的背景其實就是我們以前 新秀大廈在啟德那裡 以前就是一個難民的開放營 可以讓一些人在這裡讀書 或者出去有限度地出外 還有我們的前身就叫做難民服務 我們的前身叫做基督教難民服務處 但是1997年之後 下一張麻煩 1997年之後 其實所有難民都已經離開了香港了 那他們在中間的時候 有些是會有職業訓練 然後他們就離開了香港 這個也是我們最初的根源 就是我們後來是在香港做一些職業再培訓的工作 現在做得很多的 下一張 我們在這37年 我們需要了100萬的人 我們的服務包括些什麼呢 下一張麻煩 其實我們有很廣泛的 有社會服務 就是左上角那張 我們專門是幫助一些低收入的家庭 包括一些失業的 或者是一支單程證來香港的 讓可以融入這裡的社會 很多的單親媽媽 或者一個人在這裡的媽媽 其實他們又要工作之外 又要抽小朋友 我們會提供一些協助 可以讓他們的小朋友 可以在課後過來我們那裡做功課 我們也有一些計劃 可以有Food Station 我們有一些飯盒去派給一些老人家 我們希望改變生命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做 Youth的青年的發展基金 是為其三年的 當中他們會儲錢 然後我們又Match 儲錢 然後有生命的陪伴他們一起有Mentor 有生危規劃 讓他們可以發展到一些理想 我們都試過有些青年 他們可以出外讀音樂 又或者是踩單車去比賽 這些等等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開闊他們的眼界 令到他們的人生有改變 不再貧窮 我們香港有很多少數民族 我們都是幫助他們融入這個社會 前年在油麻地大火的時候 我們都去幫助這些家庭 去過渡到和融入這個社會 亦都有一些人是失業的 我們希望鼓勵他們出來就業 我們有一些program 鼓勵他們出來就業 這個就是我們做社會服務的方面 而中間那裡 就有一個叫Hymninteria 人道服務 我們就幫助一些難民 香港其實還有難民的 不過就是在那些非洲地區 或者受政治壓迫這樣過來的 也有很多人對他們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們希望社會可以接受他們 當然一個群體裡面 當然是有些好或者不好的 但是我們都不希望人家用一些有識 或者偏見去看他們 我們又提供一些學習的資助 讓一些小朋友可以在那裡讀書 就是有些非洲小朋友可以讀書 等待移民之前可以在那裡 在那裡結束 或者住宿 也都幫助一些外傭 我們主要是幫助一些印尼姐姐的 他們當中也有些人被欺壓 或者離開了一個僱主那裡 我們有一個避免給他們 右邊就是我們的社會培訓 就是有些人失業 比如前一陣子有很多人失業 他們可以轉職 他們受到訓練可以轉職 去做保安、培餘、按摩 這些都是很熱門的課程 我們希望可以製造到 混合香港的就業需要 讓人們可以找到工作 左下角就是 我們是社會社會環保 我們也做一些社會環保 我們希望可以減少社會的困操 即是那些困操 我們會把這些優勢 可能我們會再賣 或者是賣給一些優惠的公司 另外一部分就是青海 我們在青海其實都是孤兒的 我們最初青海是扶貧的 以前青海有很多孤兒 我們就派了四間孤兒院去幫他們做一些資助 讓他們有機會讀書 還有裡面有一間孤兒院 就專門收一些有身體殘障的孤兒 我們為他們提供一些方法可以去開刀做手術 香港的手術很先進 他們有些人彎腰、走不了路 藉助香港的手術再加一些技術 讓他們可以自己走路或者有自理的能力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 撞大了之後 棵樹大了之後可以幫到的人 就是在香港和青海 下一張 接著就很幸運 我們的時間就很好 在2019年我們搬進了這座大廈之後 莊先生和張太總幹事 第一次碰面 剛好就說有這樣的項目 我們有沒有興趣 我們說有喔 我們剛好搬進了一個地方 可以提供到這個地方 不過我們有幾個關卡要共 因為我們本身只是一個租客 這座大廈本身以前是學校 其實我們都在這個學校投放了很多的資金 都是蔡馬會去資助的 就搞定了 本來這座大廈是沒有水箱 沒有一些火燭的救火設備的 但因為我們重新搬進去 那條例就要做 那我們就加造了天台那個 那個充電那個地方 然後做一個水缸 以致我們可以做水缸 剛好因為這樣就可以盛載到太陽能板 如果不是呢 勞頂不夠 我們就應該承載不了 那所以我們首先要得到防署的同意 所以我們在2020年頭就入市去防署 那2020年防署就批准了 那我們就和你們簽合約 那但是當中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的冷氣的改善的計劃 令到那個天台呢 就由本身那個 加了一些機器在那個天台上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就是 我們在2021年才可以做到 這張是最初上創方 幫我們想的那個圖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交給他們 他們就會幫我們想的了 那本來就是提出這個 但是實際出來 下一張就是少了一些地方可以用 因為我們加了一些冷氣的設施 在那個屋頂那裡 那現在最後的結果就是 你們的管理員就說 這樣做吧 我們就好啊 這樣做 其實我們就不用用什麼資源的 全部都交給他們就搞得了 那下一張 這裡就是我們裝的過程 因為我們是在七樓的天台那裡 其實是一個石屎森林裡面的 所以我們就要動用了一些吊車 你可以看到一些吊車 有一隻吊雞 然後上面就是一些石森 就是裝了一些太陽能板 那這些全部的東西都是 交給你們的管理員去做的 那下一頁吧 麻煩你 那做了出來就是這樣 那我們有63個panels 你們就說 剛才已經簡介過了 就是相對來說 我們在其他兩個人 剛才的機構來說 我們比較小 小規模的 但是都不要緊 我們出些綿密 每個大廈做一點 其實就可以幫到地球很多的了 下一張麻煩你 那我們總共 最簡單就是 第一幫到地球 可以產生一些沒有碳排放的林源 第二其實 對於機構 是一些每個月 有一些錢的幫寶 因為我們 大概一萬多元的錢 可以省回那個林源費 那這裡就是我們 以上的分享了 多謝大家 謝謝Polly 我聽你的分享 似乎都是天時地利人和 才可以參加到這次計劃 我看到 我看到電費方面 都省了一些錢 我不知道你們 其實譬如疫情之下 你們的收入 或者你的財政負擔 有沒有影響 而這次 真的參與這個計劃之後 其實有幫到你們多少呢 其實我們的機構 由於一個總部 還有二十幾個中心 所以我們的總開支 其實都很大的 我想不要看那個數字 其實看那個意義 因為那個意義其實是一個點 它是一個起步點 希望可以 所以我馬上說 來這個分享 來來來來 就可以希望多些人去參與 是一個 因為我們在屋頂 其實你說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看到又不是 我們在屋頂上也不方便 讓別人去參觀 因為是安全的問題 所以其實 我們都是通過一些對話 或者介紹機構的時候 去給他們看 對於整體的收入 其實不是多的 但是就是一個意義的重大 好的 謝謝Polly 如果要參加這個計劃 我想大家機構都應該要知道 到底怎樣才能申請到呢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 低碳上創方的項目經理 劉瓦茲小姐Gigi 和大家講解一下計劃的詳情 我把時間交給Gigi 先 好 那 是 大家好 我是Gigi 那聽完剛才機構的分享 你怎麼可能想 我也想參加 那究竟參加資格是什麼呢 那這裡就可以見到 那我們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給非牟利機構參加的 那是要經過一個評估程序 才可以成為我們的 我們叫做太陽能關懷夥伴 就是我們一起關注我們的氣候變化 一起推動太陽能的 那參加的NGO呢 就要是 根據香港稅務條例 第88條 獲得稅務豁免的註冊 慈善機構 就是俗稱要有一個88 那你們是要有一個地方去裝太陽能系統的 那很多時候有些都是天台啊 或者屋頂啊 還有 有些我看到是營業場來的 那都有很多地方 那但是如果你好像 Christian Action那樣 你是一棟建築大廈的 那天台有位的話 其實都可以裝的 那就想大家支持 我們這個計劃的社區參與活動 那因為我們不只是裝硬件的 就是裝硬件當然可以減攀 那我們也都很希望令到社區更多人支持的 那一起關注氣候變化 那所以我們有時候會 可能一起夾一些活動啊 導賞團啊 workshop啊等等的 那還有技術上是容許進行安裝啦 那承諾長期參與啦 那因為其實上網前是到2033年的 那所以如果裝了這個計劃呢 你們是要長期 commitment 和我們合作的 那還要得到管理層的認可 那可能你很有興趣參加 好想參加 和我們談完這樣 那我其實是要找管理層去討論的 尤其是有些機構很大 很多層級的那些 那我們都想確認這件事情啦 那上網電價的補貼呢 就是我們會分分一半給你們啦 那就是NGO啦 那有一半呢 就落回你的計劃的 那是給長期的維修保養 那就是說其實這一半的錢是令到你們 到你2033年呢 你都不用付錢去維護的 那也都是落回可塞新能源的 社區教育的一個儲備金啦 那也都是 剛才也說過啦 就希望向社區推廣氣候變化啦 可塞新能源和哲輪散電的 那也都是承諾提供上網電價的影響報告啦 那就是都要讓我們知道 究竟我們做了這件事情 究竟對環境的影響有多大 那如果你現在已經很有興趣參加 那你們又有一個地方 又知道自己符合資格呢 那已經可以發電郵去資訊去查詢的了 那我們網上呢 有一個意向書的 就是EOI這樣啦 那上面就要填你們的資料啦 就是機構、聯絡人啦 還有你想在什麼場地裡裝啊 那也都想知道你們那個地方 那地方究竟是自己啊 向誰租或者租多久的 或者會不會有大型工程 就好像剛才說要裝網器那樣 那我們都想知道的 好 那這份表都很容易填的 那如果不明白的話 都可以email 問我們 那參加的流程呢 那這個流程呢 綠色那部分呢 就是由NGO負責的 那橙色那部分呢 就是我們負責做的 那首先呢 就是好像剛才所說啦 要填寫和交回個意向書啦 那然後我們就會批核啦 那跟著我們就會實地視察 那我們看完你的資料呢 沒什麼問題呢 那就會約你們同事去見面先啦 還有去你們想裝太陽能系統的場地去看一下先啦 那之後呢就到申請上網電價那一部分的 那雖然我們會幫你申請啦 那我們也都要問你們一些電標的資料 那給我們 我們才可以做到這個程序的 那之後呢 就會要再NGO同意參加啦 那就是有一個 要大家簽回的 那跟著呢 就視乎你們的場地是自己 一定是under政府的 那如果要政府的話呢 就要通知政府有關的安裝的 那可能都是涉及一些文件那樣啦 那然後到最後呢 雙方簽署協議 抱歉 協議就是在這裡才出現的 就是簽一個協議 那跟著我們呢 因為我們是一間NGO啦 那我們是推動可在生能源 但是我們就不是自己來幫你們裝的 那我們都需要一些專業的一些可在生能源的一些 批評一下他們幫忙去裝的 那我們就有一個招標程序 那是會make sure 就是我們都想確保我們的 就是幫你們裝的 太陽能商是要有一個優質的服務 那我們確定了服務工業商之後呢 那就開始安裝系統啦 那剛才你見過阿Ken 那他也都會去監測一些工程 那就確保工程順利的 那然後 然後 我們也都會make sure 我們 就是所有的東西呢 就是符合這個 要求啦 還有 港燈或者終電的要求這樣 那然後呢 就會到挂標了 那挂標就正式裝個電標上去 那之後呢 我們也都會跟進了維修保養的 那你見到這裡有很多坦食的 就是很多都是我們做的 那就是大致是這樣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一會兒Q&A就可以問的 是的 那歡迎大家發問 好 那謝謝Gigi先 那現在我們就進入問答環節 那我再在這裡介紹多一次 低碳上創方的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John陳友先生 還有高級項目工程師大宇程先生 那我相信兩位呢 都可以解答到大家不同疑問 不同疑問的 那當然啦 如果在經驗方面呢 想請教剛才三位嘉賓講者 都非常之歡迎的 那各位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Q&A的箱子打下你的問題 那就可以問幾位嘉賓的了 那我剛才已經看到Q&A那裡 已經有一條問題了 那就是問到 為所有人 那就是問到呢 其實到底賽馬會是會 就是資助多少錢 就是每一個項目是會資助多少 有沒有一個資助上限這樣的呢 是 聽不聽到啊 聽到 好 那我就回答一下 那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上限 有一個上限的 但是那個上限很大的 很少機會會過到的了 那所以就 大家 就是我們都不方便透露 因為 有時候 有時候 呆於那個 那個 那個問題 那所以 就 基本上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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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就是二十萬度電的 系統 那 我們都會做的 那另外呢 就補充回呢 就 講到這個 上網計劃呢 就是那個 上網電價呢 就是 剛剛前 上個月呢 就 突然間宣佈 是 削減了 那 就是 減了一元 每一度跌 本來 五元的 就減四到四元 四元就減到三元 三元就減到兩半 是的 那所以就 國會報 我的電腦會經常講話的 那所以不好意思 他一講話 我就禁止他就可以了 那 就 大致是這樣 就是我想不想講那麼長 不過我補充一下 剛才Sister呢 講開補血呢 我們其中一樣幫他們做的 就是 將他那個 單上電 改造三上電 那 就這個 這個附帶的工程 有時候我們都會幫些 NGO做的 如果他 他佔那個工程的成本 不是太 太大的比例 那所以有時候都 順便幫些 團體修理一下 那個設施 那這個我們都是 樂於見到的 謝謝陳友 我另外呢 見到 chat room 也有另一條問題 就是問 真的興建那個 太陽彈的時間 要多久 完成安裝之後 有些什麼要保養維修 還有誰負責保養維修費用 而在2033年後 又會怎樣保養呢 Ken答 好的 其實一套 太陽彈系統 如果不是 如果是一些比較 經常的設計 的話 其實由 設計 去到 補償 去到 後期的 on-site installation 佔的時間 大概是四個月左右 那 通常真的 on-site 工程 通常都是一個月左右 那另外就是 安裝之後 有什麼保養和維修 那其實主要都是 首先會是一些 比較基本的 電力維修保養 譬如看你們的 流電鍵 是不是還在功能 所有保護鍵 是不是沒有問題 等等 那另外我們也會 看著 系統的performance 有沒有突然間 可能突然間 有個月跌得很厲害等等 這些比較不正常的情況 那這些就會是 一些比較基本的 維修保養 另外就會是 清潔 太陽能系統 或者太陽能板 其實是 塵對太陽能板的影響 是比較厲害的 其實 特別香港 比較多地盤 所以都比較容易 會有些沙塵氧氣 要蓋住一塊板 那其實 在有塵和沒有塵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performance 都可以說是幾個百分別的 所以可能有些時間 或者譬如冬天 這些比較少下雨的時間 就可能要清潔 你的碳能板 多一點 但其實都說的是 一些主要是用清水去做清潔的 所以 一套太陽能系統的維修和保養 其實是比較 straightforward 那 費用方面 其實主要都應該會是 由低碳上廠方負責的 直至到2033年 那去到2033年之後 就會把系統交回 給相關的機構去負責 那大概保養費都不會佔很大的 所以大家就放心 謝謝Ken和陳友 我另外在Q&A那裡都看到一條問題 不過比較長的英文 那就問到其實 低碳上廠方會如何 可以儘管能力發展 能夠儘管能力發展 以正確的行動和保養方法 可以儘管能力發展 這個是比較技術性的問題 還是要Can打一打 明白 其實剛才提到的 Solar Map 另外其實我們自己都有一套 比較 比較深入的 測試系統 那這個其實它的作用 就是一路trace著這套系統 它deteriorate的情況 有沒有地方 特別如果是裝一個optimizer 一樣我們叫optimizer的零件 的坦能系統的話 其實有沒有地方 是我們的板的arrangement 可以改善 又或者可以看到 其實這套系統裡面 有沒有一些板 開始比起其他板 deteriorate得更快 通常是利用這個方法 去keep track 這個系統的performance 去design 我們接下來 針對這套系統 有什麼optimization 可以做 最基本的 就會是 轉版 又或者是轉一轉 layout 去走回現場 可能新生的樹 等等 那些情況 主要都是會圍繞這些方向 去做一個optimization 去確保這套系統 盡量在一個最好的情況之下 去運作 嗯 我補充一點就是 在第二期我們開始會幫一些團體安裝一些 咪錶 一些增加電力的應用的 Efficiency的咪錶 那這個方法呢 就 目的是希望 其實 有再生能源的電呢 就不能夠取替 是 這個 省電 這個 的做法 的 那所以就 能夠增加那個 用電的那個效率呢 本身都是一件好事 希望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 好 謝謝陳昀和Kent 我剛才說到維修保養呢 其實我也想請教一下 蛇Sir 在軍校那邊 就是這兩年 有沒有做過什麼維修保養 而那個費用是 即是怎樣處理的呢 還是 離開問 行不行 OK 在過往的兩年裡面 應該我印象中 都來了三次 跟我們清洗的太陽能板 可能因為他們都查到 他們看著 就是 那個發電量低呢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有塵 諸如此類 那他們就會 我記得 半年左右 至八個月左右 會來洗一次 洗一次那些太陽能板 那其中試過的時候 就不知道 它跳濟還是怎樣呢 就試過一天 有一個星期就沒有發電的 那我們看 因為我們每一日 每次我們進去學校都會 看它的電錶 那些按鈕 看到它掉了那些按鈕 因為我們又 在這方面沒有那麼多知識 不敢亂開那些按鈕 於是我們都通知了 Kent 就是低碳上上方這邊 那它很快就通知了那個 保養的維修箱 它都一個禮拜裡面 已經馬上去跟我們去換了 不知道它換了一些零件的 那那個 我們是沒有給過任何費用的 都是低碳上上方幫 我們全部搞定了 是啊 那鹽田寺就不是一個 可以突然間就乘車去到的地方 是啊 是啊 要搭船的 是啊 要就船旗 加上這陣子的COVID 那所以有時候 那個時間用來坐都不停的 就是去到維修 那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維修保養的挑戰來的 因為我們很多的櫃 就是不 不離開我們都不做的 因為我們盡量 就是希望 一些在偏遠地方的櫃 都能夠應用到太陽能感就最好了 所以其實平時 如果不是有賽馬會的資助 可能很多人覺得 那個 就是值不值這樣做 那真的 真的 我們在鹽田寺 除了是 軍校那裡做了事情之外 那最近 鹽光社 那裡有一個 就是推動 這個 教育的一個 一個單位 那 我們也幫他安了另外一個站 所以現在 鹽田寺 有兩個站 我們 那 你想一下 去到一個 就是西局對修的島 你不是 常常可以去到 那 去到之後 其實那些人 還要 拉一些板 沒有車的 就是要用人手 那樣 從船那裡 搬一些板 上去 搬一些磚 上去 那 所以 都很大工程 真的 所以我 借這個機會 都很感謝 工友 那些工友 那些工程 那 那 那些工程 那 我去過 蛇Sir 那裡 就是現在 他說那個 屏 屏 那 現在我們 建了那個太陽能站 變成一個屏 那下面 那些家長 那些學生 可以在那裡 坐在那裡 開會 那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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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最後也想看看 姐姐 和Polly 你們在維修保養方面 有沒有什麼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間有什麼困難 或者費用又如何處理 那樣 我們 聽到嗎 聽到嗎 我們很幸運 就是 開始了一年 其實至今都沒有任何維修保養 因為沒有任何情況發生過 所以暫時都可以 我們開展了半年 我自己沒有聽同事說 有什麼問題需要處理 沒有新聞是好新聞 是啊 太好了 我再找你們 有也不要緊 我想CCIA都會幫你解決 我們一定抓住你們 好吧 好吧 我看到其實問題方面都差不多了 我們簡介會今天都來到這裡 那我再次感謝社長 Sister John和Polly 今天特意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也很感謝其他機構個人的出席 就是今天我們的賽馬會 太陽能關懷計劃的簡介會 那我們會在checkbox那裡 就發出一份問卷的連結出來 那希望大家可以填回問卷 就給一些意見 那如果有興趣參加 接下來這個計劃的 就記得在這個問卷裡 留下你的聯絡方法 那希望遲些可以再見到大家 那今天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